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 Hub 雖然大家不喜歡中國用語 但今集開始之前一定要先教大家一個字 就是割韭菜 在中國有很多字都會被和諧 而韭菜就是一個暗語 就是指被抓壓的人 那不如今個星期又跟大家看幾單不同的割韭菜新聞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會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帶大家看看 那個星期不同的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吧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早兩個禮拜講完中國的小朋友怎樣被人劏圓 當然啦,怎麼都會有點漏網之餘 上星期的影片又有人留言說 其實這些小朋友租其他人的帳戶就行 我有時候真的好喜歡留言想掌我嘴的觀眾 因為每次都是的 話口未完的方法又被人封了啦 租帳戶打機這個方法 是一個禮拜已經被黨媒點名追擊 騰訊亦都乖乖 好快就下令起訴一系列有關租帳戶的平台 你以為這樣就完嗎?當然不止啦 根據新華網的引述 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處等等有關負責人 就約見了騰訊和網易等等的平台 表示希望他們可以和國家充分合作 達到上兩個禮拜講到的條文實際作用 上個禮拜講過的東西我就不講了 你自己按資訊卡再看上個禮拜的Game Hub 而今次的約見 除了希望可以達成各方面平台合作 做到未成年人防止沉迷遊戲之外 更加要打壓嚴禁有關錯誤的價值觀方向 人慰色情、血腥恐怖等的違規內容 你以為只有這些嗎? Sorry呀 今次更加加入堅決抵制拜金主義 量炮即是拿營 丹尾即BL等等的不良文化 更加重點就是要糾正一些不良競爭 違規的營運遊戲等等 堅決揭制這個違金錢違流量等的錯誤方向 你聽不明白嗎? 簡單翻譯即是跟你說 叫開發商改方向 叫遊戲不要令人沉迷 不准人課金 直播方面亦都不給高額的打賞 年青人打算扔錢出來? 想一下就好了 機又不給打 金又不給貨 直播又不給看 打賞又不可以 更加搞笑的就是 中國的小朋友 現在連1集補集都要有監管 那有什麼好做呀? 玩三角殺吧 講到帳戶又會有人說 其實不租你問家人借可以嗎? 我都真是好好人講 我真是不想再講下去了 因為每次這樣講 下個星期那個渠道就不見了 有時候我見到都真是好心酸 好不過先講回正題 這個都不是不行的 大家都知道 公公婆婆的一輩子最疼小朋友 平時中壞小朋友中得最厲害的 多數都是那班 所以由公公婆婆借account 都好像很合理 最近中國傳出 有個60歲的老人家 半夜3點在王者榮堯打Rank 更加做出PantaQ 講真的 PantaQ有很多玩家眼中都不是什麼厲害 我都可以啦 但在這個特別的時間點 很多人都會懷疑這個account 是否借了給人用呢? 這件事引起的回應都非常大 亦都引起了騰訊的成長守護平台的了解 他們之後都發了一個聲明出來 這個account 由去年3月開始 多次被判定是未成年人在玩遊戲 當中觸發了17次的人面辨識測試 而當中17次的測試中 全部都是辨識為本人的 網民的反應當然就很極端 一方面就說 哎呀你這樣check 當然有漏洞啦 同樣地也有玩家說 其實60歲打王者榮堯都沒什麼大不了 亦都叫平台放過一些可能年長少少的打機一輩 老老實實講 這個時代打機都已經是一個跨年代的遊戲工具 那60歲打出Pentacle 那給我訪問一下他啦 你Port他做什麼 那早排網易就出了一隻哈利波特的手機遊戲 你問我的在非特別推介的時段 我當然叫大家大陸遊戲可面側面 但有大IP 我明白的 就算是網易之前抄過遊戲 禁字表中就有香港 即是你連香港這兩個字都打不到 作為一個自由的香港人 你要玩都不會按住你啦 但課金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小心 因為中國版和台港版 遊戲都有不同的收費 在哈利波特魔法角星這遊戲中 遊戲就有一套叫做暗夜莊園的時裝 在中國版大家就見到賣88元人仔 在香港版就賣158元 價錢就差不多貴了一倍 在大廈上面也有玩家發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向官方查信 問 為何那套衣服比較貴的 官方就說 因為兩地的稅沒有不同 所以就有不同的定價 在最後也補了一句 其實你呢 就真的不需要買一些不必需的東西 台灣的玩家就把這句話翻譯做 你沒錢你就爛死吉佬了 一句點出台灣人 即是在大廈方面就分裂了兩班不同的玩家 一邊就說有沒有搞錯收貴成倍 另外一邊也有人說 你不高興就不要玩了 大家一邊爭論的時候 亦都有一大批玩家向官方投訴 有時候大家都知道 小粉紅最厲害的力量就是投訴 而中國公司又可能給了什麼 第八下出徵出得多 所以被人托兩三天之後 好了 跪下了 除了出了公告認設錯價之外 更加跟不同的玩家賠石 道歉 最後都不厭其煩人提提大家 玩中國出品的遊戲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如果遇到不公平的情況 最好都不要啞印 為什麼呢? 因為啞印得多 你就變下一批韭菜 好了,講到今星期 其中一單重點 就是無故為何我會講這些大陸字呢? 其實都非常簡單 最主要都是源於4O76 4O你的世界有不同的人和組織 4O76最新更新中 加入了一番會講漢語的解放軍 而這些敵人更加有日常任務 可以拆他們 你有玩過Online Game 你知道什麼叫拆他們 就是不斷地倒閉他們 在於玩家來說 多了一批內容 大家當然高興 但殺一些暢身中國國歌 又是講漢語的解放軍 惡理玉 嘩 又有玩家威脅說 如果你7日之內不改好他 我就拆遊戲 而中國的玩家 亦都在Steam平台上瘋狂流負評 咦?Steam? 為何不是正氣平台? 喂 中國玩家走出來做什麼? 而且老套講你之前沒有玩過4O 4一向都有解放軍 蘇聯 蘇德都未出聲 自己以前都一直玩 Fall Free 都是這樣 人家整個系列都在肉謊 難怪的正氣平台沒有這遊戲 好合理的 中國正氣平台 就是怕中國玩家玩得不開心 所以就將一系列不同的遊戲 不讓他上架又或者下架 就好像Life is Strange True Color 裡面 有西藏雪山絲之旗 小粉紅不高興 所以就沒得玩 反過來看 其實中國正氣平台都幾貼心 你是不是以為我會失去蘋果和Epic Games的東西呢? 當然不會啦 之前有看Game Hub 應該都知道 簡單講就是不同的遊戲 在各個平台上都要給一些渠道費的東西 而這個收入多數是在玩家的課金時候作分成 簡單點理解你就當勇 當你起遊戲中入了100元 其實有30元左右 就會被人抽了平台渠道費 其實全世界都差不多是這樣的 因為平台除了為遊戲、開發者帶來人流之外 其次宣傳或各方面的合作 亦都為大家帶來一個全新平台 所以開發者給少少錢都合理 但之前Fonna 裡面 Epic 就在遊戲中放了一個全新的付費渠道 讓玩家可以兜過平台 直接入錢到遊戲公司 Apple知道後當然不屑 所以就引發了今次的訴訟 而這件訴訟終於有結果 法官就裁定 Epic Games 的而且確是違反了蘋果公司的使用條款 所以就要向蘋果支付iOS版的收入30%為佣金 包括2020年8月到10月的1200多萬美金 以及由11月開始到判決日的收入 但今次的訴訟更加大的影響 就是加州法院已經辦定 蘋果是不可以禁止開發者在遊戲中提供連結 又或者其他方法被用戶直接兜過App Store去進行In-App Purchase 簡單講就是以後Apple就不再是iOS平台的獨家賣家 這個判決相信會非常影響到Apple之後的收入 因為在2020年Apple大約有6430億美金的帳單金額 你計算一下 當中的30%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看來Apple未來都有點頭痕 今集的Game Hub 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在網上見到甚麼有趣的新聞都是PM我 我是希治閣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